我来进了公司以后 是因为 我不想面对自己的一事无成 我不想这辈子 都被人冷嘲热讽了 受别人的轻视 我那时候就在想 如果我足够努力的话 我的人生 会不会多一次 能出现转机的机会 其实这样我就挺满足的 当然现在就更前来嘛 我想留下来 就是想 能和你们一起工作 这样我就很满足了 所以 陆总 你也不需要跟我搁答案 我再想问一下 你觉得我现在 还有那点希望吗 一点 至少 dein 的 让我们进入联络 对不起 我们进入联络的联络 会继续联络 应该快要到 他说有位资本的负责人 马上就到 请咱们这边稍等一下 对不起 我迟到了 来 请坐 中国物流项目负责人 有位资本 陈湛 大家好 有位资本 陈湛 大家好 传奇投资人彼得林区 有句话我很喜欢 决定投资人命运的 不是股票市场 也不是上市公司 而是投资人自己 对于公司来说 今天这个投资会 只是在判断一个产品 一个项目的前景而已 但作为投资人 我希望在座的各位 能通过我刚才所说的 冰冷数据 枯燥案例 能看到这个项目 所潜藏着的 能走向成功的强烈欲望 因为我 也在选择我的命运 怎么样啊 会不会太啰嗦了 小岚 时间接电 开单转 怎么又出神了 明天过投资会的事我又不是你 你怎么看起来比我安静着呢 放心吧 等明天过的这个投资会 我就可以操办整个项目了 相信我 这绝对是可以让我们上一个 台阶的抱怀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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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有问题吗 你是这项目的负责人 我就是个助理分析员 这是你的项目 不是我们的 你今天怎么了 我们之间还有分怎么清楚吗 有 为什么 你是不是你听到什么人在背后叫舌头了 是不是又听到什么人在背后叫舌头了